历尽劫波,年遇古期的孙健云守护在父亲墓碑旁边,感奋不已,热泪纵行。 孙健云自有随父习武,耳濡目染,渐渐领悟权力的真谛,换出了武技的真功。 几十年来,孙健云不遗余力,细心诗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志在以有生之年扶植桃李,提携后生,培育新一代武术人才,使父辈所创孙家权重放异彩,再度辉煌。 孙世太极权,是我国太极权主要流派之一。 虽然成全较晚,但是由于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功用,一经问世,便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所喜爱。 孙世太极权 孙世太极权 王先生毕生研习行义八卦太极等拳术 又集三家拳术经要融会贯通 创立了国部开河太极拳 就是孙氏太极拳 并且为后人留下行义拳学 八卦拳学 八卦剑学 太极拳学 以及权益树真五部著作 至今仍不愧为全学的经典 孙禄唐先生晚年贤居家中 以书画自于 林池徽豪 龙飞凤舞 颇墨写意 潇洒林里 在文人鄙弃武术 武人不经文理的时代 不愧为书见何必的一代宗师 彊府 林池徽豪 毫功夫 入彈 水 林池徽豪 进 雪 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亲的情志给予孙建云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他积蓄了很好的文化素养 他青年时曾随冯玉祥将军的老师高道天 临摹汉丽卫碑 写一首囚禁浑雄的好字 孙建云于1934年考入张恨水创建 并且亲任校长的北平北华美术学校 专攻山水花卉侍女 三年有成 于延期权术之余 陶冶世情雅趣 近年来 党和国家真是民族遗产 大力提倡武术 孙建云老师 辅今追悉 深感做一个著名武术家后代 自因为中华武术的振兴庆立洁心 孙建云从父所学之行义八卦太极三趟拳和三趟剑 是孙禄唐老先生晚年席恋之法 其行义权全封古谱 施政公传 立发于种 必禅而进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卦拳纵横联络 变化莫测 跨凶险于平移之中 拳中内藏十八套罗汉拳 先有七十二截腿 七十二按腿 贬学线术无不包含 可为变习极易 用法最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极拳 圆活舒展 敏捷自然 如流水行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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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拳 走转果帆 川撩提案 正见云护灾 便见云护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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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建云先生几十年荣誉制 面权不错 多次出任全运会武术比赛裁判 裁判长 并被聘为国家级武术裁判 即至古西之年 还曾应邀去日本讲学 他在收徒授意中 谨遵武德 毁人不倦 所以学生谈起习武之事总是说 孙老师乐于授人 仁义乐于从学 现今 孙先生讨礼遍天下 记忆传四方 孙氏太极拳有三大特点 一是风格独特 孙氏太极拳是那行义 八卦 太极三家拳术之常 盘架走势 舒展圆活 进退相随 敏捷自然 孙氏太极拳既有行义拳的根部 又有八卦拳的腰腿 动作紧凑 犹如行云流水 二是健身有数 孙禄唐根据周易之变 将意运先天之法 贯穿于拳术之中 提出 习练拳术要坚持四德 对强身才能罪见功效 这也正是道家修炼内丹之法 三是体用具有独到之处 孙禄唐先生非常注重体用的结合 他谈到 有体无用 必在无变化 有用无体 必在无根本 故事阴阳开合在套路中发挥的顶礼性质 在席拳中 拳架要求不能过低 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七踝关节的过分磨损 两脚总有一时一须 两者的结合 给交手时作中的引进落空 利于内患创造了外部条件 为了满足广大武术爱好者 齐炼孙氏太极拳 我们设置了这部教学片 下面请孙禄唐先生之女 北京市武协副主席 北京市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 浮阳孙门同学会掌门孙建云先生 为大家表演示范孙氏太极拳 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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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